没事真别去惹奶牛猫 不然它会连夜来教你做的 前几天 我们把流浪猫小黑 带去做了绝育 当然 只是也没征求过它的同意 就给办 手术啥得很顺利 昨天把它借了回来放给自由 走 迎走前再想它以后会不会再来蹭饭 自由了 还有些感慨 结果到了晚上留狗 它突然出现拦在路上 嘴里骂骂咧咧 有没有猫语巴急地给翻一翻 一路跟着骂了几条鸡 妈妈一半个小时了 留完狗回来 它还守在门口 估计是想为自己讨个通的 想想它骂过瘾了 也就回去了 并没太在意 直到晚上去楼上睡觉前 它好像还在院子里叫唤 于是只好关紧门窗隔音 耳不听 心不烦 但我们忘了 它是只奶牛猫 见我们冲耳不闻 它居然琢磨出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线路 借着空调和窗户 跳上了二楼护栏 再顺着极窄的墙边 爬到了紧挨着我们落室的阳台 全程丝毫不带犹豫的 它爬上来了 看到这一幕我们都惊呆了 你飞檐走逼我抖 但是怎么精准定位到我们卧室的 这个距离关紧了门窗也无济于事 声音非常清晰且红亮 但我们决定不理它 把耳朵堵上 将就着继续睡 然而 我们对奶牛猫一无所知 看没人理它 又试图攻破窗户 结果把花盆都揣翻了 它都用这个花的 谁下去了 它不是说你是三号楼 你真的不只是三号楼 我的天哪 决定还是把他抓去楼下房子 他好像发现有人去了楼下 很好奇我们打什么算牌 想去看个究竟 小黑 小黑不下 他跳下去了 我以为他为了寻仇冻到了 你这个角度我要怎么抓你呢 九条命差点少一条 这么窄的边他是怎么占捂的 矮牛猫的脑回路过于清晴 楼下的潜伏哥目瞪口袋 我们还在寻思要怎么捞它上来 还没回过审 他又爬了上去 只好先逮到航空箱里 大半夜的两人起来抓猫 小心翼翼 生怕他没站稳掉下去 好家伙 这轻功更是熟 哎 搞点猫条在安抚下 主打一个脸孔带片 这 这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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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姐还算给我面子 没吵没有 顺利抓进了航空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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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这半夜没睡着 又再放一会一次 撒入 thor 放 frogs 堅快的跑了 吵了一弯 他也应该י Mic 你看看那 你看那 总算可以开了 我们也赶紧去补个叫吧 但是 哎呀 哎呀 行 快 Kai 有什么 听我一句劝 没事别惹奶牛猫